阿弥陀佛 好 那么阿弥陀佛 我们开始阿弥陀佛 好 现场各位同修 现场的各位同修 我们上次的讲座呢 是我们这次佛言看世界系列的第一次讲座 那么我们介绍了佛言中的一些 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认知 宇宙的认知 也告诉了大家很多在佛言中的一些概念 这些时间的概念 空间的概念 地球的形成等等 那对于有些初学的同修来说 是说to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Buddhism 确实是刚开始学习呢 是有很多有关佛教的信息了 但是这些呢都是 这是一些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可能 大家刚刚接触的时候呢 有点陌生 确确实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初学国的同修来说 几十年的学习 都是我们各自的专业领域 一些是工程的 有些资讯的 一些IT的 医学的 护理的 等等等等 各类的专业领域 对于佛学来说 它是一个很系统的很庞大的教育 和教育以及教会很系统的课程 对于佛教里面 任何一个宗派 任何一个宗派 来说 以至少都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深入 所以我们的教育 你看我们要从小学到中学到初院到大学 前后也是十多年时间了 然后我们才对于我们各自的领域呢 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专业的认知 但如果说是学佛也是如此 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感觉到是很多新的概念 新的信息 那这些呢大家不要着急 也不要害怕 这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慢慢慢慢的凶悉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边呢 有些概念呢 会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这样呢 大家在清和学习新的内容的时候呢 对于已经学过的这些信息呢 会有一些不断的回顾和这个回忆 这样呢 就加深我们的记忆 好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是佛言看人生 看人生是看我们的人类的开始 这一期人类的开始 看我们一个生命的开始 也认清楚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命以及我们各企的生命 那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生命的开始 以及我们每一个个体的individual life的开始呢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疑惑 也有太多太多的兴趣 太多的好奇去追选了 这个话题呢 其实千百年来呢 我们看到这些哲学家 宗教家 科学家 乃至到现在 我们看到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 生物学家 都在探寻这个问题 但是几千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大家都还没有答案 这个不是说是我们有了答案 是大家都还没有答案 那么我们这个人类到底是怎样开始的 我们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星球 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或者说对于父母来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子女 有这样的兄弟姐妹 还有呢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 我们到底去哪里了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那么在这个思考生命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那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要考虑的是 这一次的生命 我们这一次的生命 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亲人 为有缘的人 我们关心的人 以及为整个世界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其他众生 我们能做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中呢 需要一直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没有学乎之前 可能这些问题呢 我们可能从潜意识里面有时候呢 也会想到这些问题 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呢 没有答案 几千年的都没有答案 所以呢 大概这个念头呢 像闪电一样 划过我们的大脑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再不去注意了 但是学会以后这个念头呢 其实我们从学会一开始呢 是要弄清楚 弄清楚 我们这一次来这个世界 到底要为我们自己做什么 那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亲人 我们所关心的人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够为其他的众生能做什么 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呢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学习 第一个我们看不同文化中 谈人类的起源 第二个我们看经典里面 佛所说的人类的起源 第三个呢 我们看一个个体生命的开始 第四个我们认清楚 生命轮回的真相 好 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来看 不同文化中人类的起源 这个画棋呢 有关人类的起源呢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画棋 这些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里面 一直在探讨 追寻 在exploration 找答案 但是 一千年过去了 两千年过去了 三千年 五千年过去了 你可以 坐在苹果树下面 思考一千 或者说坐在大海边 思考一千一年 甚至一千年 你想破脑袋 也找不到大海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对于这个生命的来历啊 各个文化里面 都有自己的 其系都有自己的传说 或者我们说传说 那么 一般我们在目前所看到的 像生命的流转 生命的开始 比如说 犹太人 或者说在基督教的旧约 新约里面 我们看 它包含了两个起源的故事 那第一个是 这一切是由上帝开始的 上帝说 这里有了光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星球呢 就有光出现 那在这后面的六千时间里 上帝呢 创造了天空 创造了陆地 显星 太阳 月亮 人类 以及这一切的动物 第七千 上帝休息了 所以呢 我们有星期间 那么 上帝对于自己所创造的成果呢 非常满意 这是一个有关神创的学说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有关 上帝在这个地面上面 造人的故事 这个第一个呢 我们知道是安登 我们华文叫杨大 那么 也为他造了 第一等 就是伊甸园 那么让他在里面无忧无虑地生活 但是呢 禁止他吃 那个有神事 有意识 分别善恶 受伤的果子 那时间久了呢 安登的生活太寂寞了 所以呢 上帝在他的身体里面 出了一个泪骨 有了第一个女性 这个Eve 我们说的下巴 这个时候呢 一条会说话的蛇呢 打蛇 又或者Eve呢 吃了那个禁锅 然后呢 Eve又说服了亚当 恩登又吃了那个禁锅 于是呢 他们呢 就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就是说他们背叛了上帝 没有听话 被 惩罚到了人间 成了凡人 那这个是 我们看到 犹太民族 以及新旧约里面 有关创世 以及人类的开始 那么在印度教里面 印度教里面 我们知道 这是佛教就开始之前 这国的印度 就从这个宗教 就是早期的波罗门教 所以它的历史 会非常的久远 印度教创世呢 就是一切是从大梵迁开始的 大梵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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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造人呢 大梵迁从嘴里 从嘴里伸出了波罗门 这是从事第四神职的这一个阶层 然后呢 从叶像 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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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像呢 生出了查地利 查地利 那撒提亚 查地利呢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印度由于古代社会 对于种性的严格的限制 因为不同的种性 它有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种性之间 甚至在古代是不能同工的 所以只有同一种性 或者说只有前两个种性 是可以自由同工 其他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种性制度 对于他们的限制 身份的出身 对他们来说 特别重要 所以不管 我们看到在神创写说里面 如果说是波罗门 他的记忆呢 就是从神的嘴巴里面出来的 大法天 那么如果说查地利 就从业下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释迦史中会什么记录 是从他母亲的业下出来的 这就是表明他的身份 是什么呢 身份是查地利 他的种族 那么第三个阶层呢 是斐舍 斐舍 斐舍这个阶层呢 就是谈到这是从丹帆帖 他的双腿或者是有些记录 是从膝盖里面生出来的 然后最后一个 苏托罗 苏托罗 是从脚底出身 丹帆帖的桥底 那么从国内印度我们看到 这些种性制度对于各行各业 对于他们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来自到今天 如果说是我们去印度去朝生的时候 你依旧会看到这些种性制度的烙印 在社会各个阶层 它是体现得非常明显 上里有社会很多 和下里有社会是不交流的 那么印度教呢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这是印度教人类的起源 印度教我们非常熟悉 这个谈这一切呢 都是真主所创造的 那么真主呢 给予人类理智 也给予人类智慧 让我们有了思维的能力 有了自己的判断 和行为的自由 那么但是呢 人类的一切都无法超越真主的意志 也无法超越真主的预定 因此呢 这个伊斯兰教要求呢 人类是要顺从真主 也要相信呢 这个真主它是仁慈的 它给予人类的恩德 给予人类的一切 由此来要感激真主 那同时呢 要敬畏真主 敬畏真主 因为他也会惩罚 惩罚这些不受规则的人 对他的命令不能违抗 那么在伊斯兰教里 也相信呢 真主派遣了很多messager 就是很多这些先知 先知来到人间 那么他们谈到这个 穆罕默德 是真主派到人间的最后一个先知 所以在有些温和配的 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 也谈到像很多圣人 都是真主派到人间的 比如说孔子 有些圣子都说是 都是真主派到人间的 这个是有关伊斯兰教的 这一切是由真主开始 那么我们华人的创世学说呢 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 我们谈盘古开天地 盘古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由于盘古是龙所生的 所以是被赶下了天清 来到了人间 这个地球上呢 一岁就睡了一万八千年 这是我们华人的传说 那么有一天他醒了呢 看见周围是一片漆黑 那个时候呢 又太阳又没有月亮 所以呢 他就隆起斧头呢 就剔开了天地 有了千和地的分开 清的 清干净的 清洁的 清的就上升 然后红浊的 重的就下升 有了千和地的区分 那么这要分开天地以后呢 有红洞一片分开了 这个盘古怕天地呢 又长在一起 所以呢 他把天地要蹭开 蹭开了 他的身体不断长高 每天呢 有长高十英尺 那一直呢 长了这样一万多年 最后呢 这个天空呢 有三万里高 这个时候呢 盘古的任务完成了 他也就死亡了 他倒下了 左眼变成了太阳 右眼变成了月亮 头发呢 和胡须变成了夜空的星星 身体变成了这些雄围的大山 血液呢 变成了大河 牙齿骨骼呢 变成了地下的矿场 这些皮肤啊 汗毛啊 变成了地上的草木 这是一个我们华人的创世学说 天地呢还有呢 要人啊 所以呢 在早期呢 我们看到有福西和女娃的出现 那么 女娃 这个也是女神的开始啊 女神来到这个人间 她非常寂寞啊 就从黄河的泥土里边 捞了一点这个泥巴 来捏泥染 然后吹口气呢 她就活了 变成了人 那么 谈到正月初一 她也造了鸡 初二造了狗 初三造了猪 初四造了羊 初五造了牛 初七造了马 初六造了马 初七造了人 所以我们正月初七叫人日啊 这个是从女娃开始 这个造了人以后呢 她造得很累啊 然后就躺在地上啊 把这个树枝 打这个黄河的泥水 那么树枝在地上又有了很多小人 很多人出现 然后呢 她觉得这个人应该要去翻眼 她自己亲自做梅 那让人来开始翻眼 这个呢 就是我们华人生命的开始 他看到 这些传说都很有意思啊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是近代 近代英国的生物学家 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进化论学说 它谈到人类啊 人类的开始呢 是从渊猴进化而来的 那渊猴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 走出非洲大草原 然后呢 慢慢地在立 慢慢地在立 最后呢 能够直立行走 谈到这个基因 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 这个是达尔文的学说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学说呢 至今相信的人也有 但是不相信的人更多 为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 80%的人是有信仰的 有信仰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学说 那么这个学说 当然它有它先前性的缺陷 什么缺陷呢 就是说这个 从现有它谈到一个物种的转变 物种的转变 说人是从渊猴进化而来的 但是渊猴和人 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 渊猴怎么突然地变成人了呢 这个过渡期的证据是什么呢 过渡期没有证据 一直找不到证据 另外一个呢 如果说是谈到这个进化的话 就是说 它在不断进化 就是说这个进化是永远没有终止的 人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它也没有答案 还谈到一个这个理论的缺陷呢 就是说这个 如果说是人是从这个渊猴进化而来的 那渊猴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没有答案 所以这个是一个科学的猜想 科学的猜想 或者说一个哲学的猜想 这个相信的人也有 但是极少数极少数 好 这个对于这个人类的起源来说 大体上我们看到目前啊 就这几种 但是说是这个人类 要谈到起源 其实各种各样的物种呢 都谈起源 就是 其实大家要去思考的话 到底这些小动物 我们身边的这些到处哪来的 如果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生命现象 像背着我们身边的文字 从我们家里突然跑出来的蟑螂 或者说是我们家里养的小猫小狗 这些 如果说是我们不学佛的话 我们对于他们的来历 可能也是无从知晓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能够理解 能够学佛慢慢地去了解的话 我们会发现 在这些动物的身上 它和人类有很相似的成分 甚至我们现在看 从目前这些相似的 这些基因科技来检测的话 猫狗和人类的差别不大 人类和渊狐也确实是最接近 但是它依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 那这些物种到底是从何开始的 如果说是我们了解了六道轮回的真理 了解了因果转化的真理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 各种各样生物的出现 就会认知得非常清楚 那这就是佛为什么一直强调 我们要对于我们生命的本源 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 以后呢 再去反观我们生命 以及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 其他的生命现象 你会发现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这个是我们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去了解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人类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 这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人到底从哪里来的 家庭是怎么开始的 私有产产是怎样产生的 社会是怎样产生的 一个society 这个一个国家的概念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好 我们看佛经里面是这么讲的 有关人类起源呢 这个佛在阿含经里面 《正义阿含经》里面 以及《启示经》里面都有记者 佛讲的这个呢 其实它是在一个偶然的条件下 就是有两位波罗门 波罗门 摩西扎和波罗度 这两位呢跟着佛陀出家了 跟着佛陀出家了以后呢 但是其他的波罗门呢 就很嫌弃他 因为在刚才我们谈到 古代印度的种性呢 波罗门是最高贵的 甚至你看波罗门讲的语言 语言都是泛文 只有他们可以学习泛文 其他低种性的都没有权利去学泛文 所以他们谈泛文 泛文是从哪里来的大半天的语言 本来都不是哪里的语言 那么佛陀知道这两位 波罗门出家以后 被其他的波罗门所嫌弃 所以呢这个佛陀就说 这些由于他们太愚昧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人其实是生来众生都是平等的 这是佛教里面不仅仅是谈人是平等的 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这是说 在轮回流转的过程中 由于我们所做的业力的不同 那么有些做业亲的 手持古戒的修善业的 成了人去了迁道 那么有了传定功夫的 甚至呢就去了色戒前 更加庄严的升起 有定力 烦恼非常轻 那么如果说造业造的比较重的 各种规则都不遵守的 违反法纪的 没有道德的 那么最后呢就成能 堕在畜生道 甚至呢到鬼道 到地狱道 那这是六道融合的真相 那么佛陀告诉我们说是这个 如果说了解了生命的开始 那对于人类的认知 对于我们自身的认知 就不会那么盲目 所以他就为这两位 这两位出家的波罗门 他们做了比丘了 就讲到 所以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 那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呢 是从光阴迁的千人寿命结束以后 来到我们人间的 这些光阴迁的千人寿命结束以后呢 有些还有福报呢 生到了大范迁 成为大范迁王 那么有些呢 生在范福仙 也就是作为大范迁的千众 那么有些呢 慢慢地到了人 到了鬼道 到了旁生道 就是出生道 到了地狱道 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世界的概念的时候 谈到了光阴迁 这个光阴迁是色界的二产千 色界的二产千 这个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玉界 我们现在都在玉界 玉界里面有六千 那么这两千 四千王千和道立千呢 是一地而居 那么后面这四千呢 都是一空而居 那么我们知道 要做人 它基本的条件呢 是要有道德的 所以五界是基础 或者说我们谈的人 义理智性 五常是基础 那么具足五界或者五常 才有可能做人 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 没有这些道德的话 人这张皮啊 它是皮不上去的 那它有可能皮的是动物的皮 那么如果说是 在五界的基础上 再修实善业 那么有可能算是千道 那实善修的话 乃及功德算是千道 那么千道的越上升 就说明善业的乃及越多 福报越大 那么从欲界千 欲界千 谈欲 就是说千人 依旧还是有欲望的 还是最享乐的 还是有争斗的 还是有诚恨的 他谈了还是和人类一样 相对地说福报大一些 反而少为轻一点点而已 那么到色界千 为什么叫出禅二禅呢 这是谈定力的 你不仅是要有人道的基础 要有善业的基础 还要有定力 有禅定的功夫 才能升到色界千 所以色界千 天人的身体 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寿命也很长 那么到了二禅千 这个光阴天呢 这是我们曾经 我们这一期生命 我们这一期生命呢 开始的地方 那么我们这一期生命 从光阴天来 来到这个人间呢 说明我们曾经在光阴天的时候呢 谈光阴 光radiance 光light 因声音 以光代替声音 就是说在光阴天的千人呢 不需要说话 他们交流是什么呢 光的信号来传播 就像我们现在 很多无线电传播一样 它是通过这种光字信号 或者无线电波的交流信号 你不需要说话 那么从光阴天的千人来说 它不需要语言 这个光放光 互相之间传递光输 那么你要不要它的意思呢 全都能表达了 并且他们的寿命很长 有八大节的时间 八节的寿命 但是由于 为什么来到我们这个人间呢 寿命禁了 禅定功夫消失了 那么色界前的福报也响尽了 那么有些呢 就直接躲在人间了 那么所以 这里大家注意啊 这里是佛谈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 不是说一个起点 佛总是谈这一切是什么呢 无始无终 这一期生命可以是 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地球上曾经还有上一期的生命 上一期生命就是还有上一期的生命 那么最少往前面追 这个地球没有 这个地球没有 那么那个生命呢 对着其他可以存在生命的星球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宇宙里边 在轮回啊 可能很多星球我们都住过 那这个地球可能我们来了很多次了 来了很多次了 所以这个地方来以后 我们都很熟悉 熟门熟路啊 所以呢 每次都喜欢来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来以后呢 我们感觉这一切我们都似曾相识 有似曾相识的人 有似曾相识的各种关系 有似曾相识的气候 还有我们似曾相识 我们喜欢喝的咖啡啊 或者是茶 喜欢吃的点心等等 那所以呢我们一直呢 在这里轮回 当然轮回呢 就不一定是人了 就是说这个生命的形态呢 依旧还是由我们的业力决定的 那么当这个地 这一期生命 这一期的生命 当这个地球开始有陆地 可以承载生命 可以让生命可以生息的时候呢 我以前的千人正好 那一期的寿命尽了 福报尽了 定理消失了 来到了我们这个人间 那么刚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呢 是什么形状呢 是千人的形状 大家注意 就是天父还没想见 飞着来的 不是做飞蝶来的啊 飞行来到这个地球上 来到这个地球上呢 并且呢 这个时候还没有星星 也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这个时候呢 升起都是会发光的 光阴光阴啊 升起都互相发光 那自己呢 看对方也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他们升起的发光 那么到这个地球呢 那么到这个地球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地球呢 会自然涌现一种 像温泉一样 一种干泉 就是这个叶气呢 它很浅美 他们看到这个叶气很浅美 仿制的光也很好看 那么有些人呢 就进不住诱惑 好奇 好奇 好奇不是好事情啊 好奇呢 就去尝了一下 尝了一下味道不错啊 然后呢 一传十十千百 每个都去尝 结果一尝呢 这个地球上的东西啊 尝多了 吃多了以后呢 就飞不起来了 升级别的沉重了 丧失了飞行能力 身上的光也消失了 然后开始呢 就在地上行走了 本来是飞的啊 后来变成地上走路了 那么到这个光 身体上的光消失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时候还没有太阳 这个星球呢 我们这个星球照亮完 却是靠太阳的 这个太阳也是我们大家的夜报所感 众生的夜报所感 你看这个太阳的距离 和我们这个地球的距离刚好 稍微再近一点啊 大家都烧成灰了啊 那它温度升高 我们的双成灰了 地球 这个太阳和地球的距离 稍微远一点啊 我们都冻成冰溃了啊 肯定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正好太阳和地球这个距离呢 是能够让生命能够繁衍的 让我们能够在上面生活的 那么当这个身体上这些光消失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就是太阳还没出现 然后呢 这个地球呢 又一次呢 进入了黑暗期 进入了黑暗 然后呢 慢慢的又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呢 才出现了太阳 然后呢 有了地球的卫星 有了月亮 有了其他的星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有了光明了 那地球上呢 有了光明 这个有了光明以后 由于一个很长的漫长期 大家依旧还能摸索着喝了个甘泉 突然之夜有了光明以后呢 互相看对方能够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人类 用火有光明 是人类蒙明的开始啊 会取火 这是产生非常大的变化的 一些一种飞跃性的一些进程 有火的出现 有铁气的出现 当然给别人的进程呢 除了火 除了铁 还有病毒 这些病毒呢 是随着我们人类出现了 一直跟着我们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夜暴的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呢 必然要经受这些夜暴 然后大家 当有了光明以后呢 大家能够看清楚彼此了 那么由于这些贪 贪吃的 特别喜欢喝了个甘泉的 喝太多了 地上的东西吃太多了 就变得比较丑陋 吃的比较少的 比较节制的 就比较自律的 它就变得比较美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有了美和丑的差别 那么丑的呢 就感觉比较自卑 那心里面呢 也有冤恨 那美的呢 就比较高傲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有了分别了 有了差别了 慢慢的仇恨就产生了 但是随着这个福报的减少 这个甘泉慢慢的枯了 就是这个地上就不用谢了 这种就是 你从我们古代的很多传说记者 这个可能都是真实的 应该都是真实的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这些资源都枯竭了 包括石油 应该最多也就在用过五十年而已 都会枯竭了 那么甘泉枯竭以后呢 地上又长出一种软软的 一种 就像一种Fundus 蘑菇一样的软软的 但是很好吃 这个叫地肥 那这个东西呢 大家用它来活复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 还不用上班 不用去劳筑 就捡这个地上的资源呢 就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了 因为吃得很饱了 很开心了 那么依旧还是这样 比较节制的 吃的少的呢 生肖呢 生气呢 变得变好看 吃的多的呢 变得更丑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成分就加重了 嫉妒也就加重了 然后到这个柔软的 好吃的这个地肥 慢慢地也枯竭了 被大家都采完了嘛 然后呢 也是一种粗硬的 一种粗硬的地肥 开始出现了 这个就是比较难吃的 硬一点的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依旧还是吃它 适用它 还是这样 吃得爽的 比较美 吃得多的 变得比较丑 这个成分心 嫉妒心 不平之心呢 就更加加剧了 然后到后来 这个地肥 不管是软的 和硬的都没有了 然后呢 就是米出现了 你们佛讲这个井米 怎么出现的 那我们现在吃的 大米和小麦 这些都怎么来的 大家有去看过吗 最早怎么出现的 哈哈 吃了这么多年 竟然没人知道 哈哈 这个最早都是野生的 我们把它驯服 慢慢地用它来栽种 拿种子来栽种 一直呢 吃了几千年 所以这个井米呢 就是很好吃的米 最好的米早期 这是野生的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有了米了 有了米了 就是吃了米以后呢 因为这个米 它要含吃了 是要花粉去传播 去授粉的 就是米有刺熊的 那么到这个时候 它开始吃米的时候 慢慢慢慢地 这个天人 光阴天的天人 本来的时候呢 它是不红蓝女的 不红蓝女 所以大家去看我们大地 大地上面有了飞天 你看那个是飞男飞女 那是你看看不出来 那是没有性别的 我们说的是仙女 是大家一般都以为 都是女性啊 其实是飞男飞女 没有性别的 那么当这些大米吃多了以后呢 开始有了性别了 有了男女的性别 然后呢 依旧还是这样 欲望多的 欲望多的成了女性 女性同学不要心里不平啊 欲望多的成了女性 情感重 情感重 然后呢 开始男女之介了 有了娱乐 有了娱乐 有了情爱产生 然后有了执着 但是毕竟来说 这一期的这些人类 是从光阴天来的 他们那个时候 还有这种意识 所以我们从 切人类到人间 本来 这些人间的欲望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可是有了这些欲望 这从千人的角度来说 这是不对的 但是当有些欲望比较重的 男女之间开始有了这样强情啊 有了情侄啊 有了情侄啊 有了这些活动以后呢 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就把他们把这些呢 就驱逐出社区了 就赶他们出去了 就惩罚他们 所以你们去反省啊 三个月以后呢 才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佛陀就很感叹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叫 西所非者 经以为是 为什么西所非者 经以为是 那就是时间久了以后 这个回到社区的这些呢 就慢慢地一直开始有了 男女的言语行为 那么由他们慢慢慢慢慢慢 很多Case都有了 都有 因为男女分得更多了 然后都有了这种言语的行为 最初大家认为呢 这个是不对的行为呢 这个时候就慢慢慢慢地正常 那Case被大家所接受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一个心音最早呢 是没有遮掩的 但是有了这种 人一多以后呢 他就有了这种意识 有了羞耻的意识 然后就想着啊 我要建房子 要去避开其他的人 然后慢慢地呢 就有了自己的私隐 隐私出现了 那么有了房子以后呢 就更加放纵了 更加放纵了 那这个时候呢 女性呢 就毁用了 开始毁用了 所以你看 我们光阴天的天人 来到这个人间是化身来的 佛台 有胖身 有卵身 有诗身 有化身 四身 光阴天天人 他们光阴天天人 上身光阴天 这也是化身去的 有识善业的基础 有禅定的基础 化身到光阴天出现 那么来人间 也是化身之身 但是呢 由于地球上东西吃多了 然后呢 烦恼的出众 慢慢地呢 就开始了 有了胎身 胎身开始了 那么从这里啊 胎身这是一个质的转化 生命的形态开始转化了 然后 这个米慢慢地 慢慢地是 也是开始减少了 开始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些人比较懒 就说 你早上去出门 去那个地方去取米 因为那个手还是野生的 自然长成的 去把它踩过来就可以 并且呢 不用煮 就能吃了 那么他早上去取 然后呢 中午再去取 那么有些人呢 就去 那去一次就说 哎呀中午懒得来了啊 那都把今天的全部去取了吧 那么到大家去叫他的时候 他说哎 我已经取过了不用去了 哎 他说这个人好狡猾了啊 竟然是取了那么多啊 啊 私藏啊 查了那么多 积攒自己的东西 然后其他人就说啊 既然你能够低一千的米 那么我可以取三千的 有些就是我可以取五千的 然后大家都开始竞争了 竞争其实是什么呢 对于资源的掠夺 那这样呢 这个井米啊 慢慢慢慢就更加少 更加少 到最后呢 就绝迹了 绝迹呢 这个时候还有种子 各种四堂的种子还有 那没有办法 就是开始呢 这个米也变得粗糙 有了康皮了 对出来都是很 很幼稚很好 什么有康皮的 那么 既然大家已经没有野生的了 没有现成的 那就要分土地了 就想着要把现有的种子 去种吧 那么种呢 就化分土地 这个我们看这个私有彩材的开始 然后呢 就开始你种你的 我种我的 我占有个地 你占有个地 这样分下来 但是呢 有些比较懒啊 人家在辛勤劳作的时候呢 他在睡觉 他在玩游戏 不去工作 不去上班 然后呢 最后什么样子呢 最后呢 等到人家的时候 就长成了以后 他去偷人家 你看这个 光阴天然 从来不犯道戒的 到这个 成为人类以后 开始有了开善以后呢 慢慢他就开始犯道戒了 有偷道的行为 那么去偷人家的时候呢 一次两次 人家没发现 四次多了以后 被人抓到了 抓到以后呢 他不承认 不承认反而就说 这个人呢 无理取了 来打我啊 你看 他有道戒了 变成撒谎啊 变成妄语戒 这个时候呢 乘客就更加加重 增值就更多了 这时候 你看着我们的一步一步走下堕落了 那么慢慢的就大家感觉是 非常的焦虑了 所以这个人性转恶了 人性转恶呢 这个世界上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不善业 所以有了不善业呢 就是有僧脑病死的开始了 然后呢 肯定会堕三恶道的 这个光一千人 他这个道理呢 他是非常清楚 要造作不善业 是肯定要堕三恶道的 那这样怎么办呢 说我们要去选一个 选一个人出来 为大家主持公道 那怎样主持公道呢 那必定要惩恶扬善的 就是给保护的要保护 给惩罚的要惩罚 然后呢 应该去教导大家 要多行善业 多积善业 这样的呢 叫平等主 为大家做平等主 这是最早呢 就是卡齿亚阿萨 卡齿亚它的出现 就是查地利的出现 那然后呢 有一种 有一种 悟性比较高的光一千人 这个时候 因为他欲望比较轻 他们觉得这个建立江青以后 各种各样的情感的纠葛 各种各样的事情 非常的多 要处理的问题也很多 那怎么办呢 他去山里面去修行了 这是最早的波罗门的出现 那么还有些呢 还有些呢 由于不喜欢 竞赛的情感 他觉得 这人间依旧可以修修波罗门 这波罗门是 其实大家知道 这是亲近的意思 也是就说明 他们是对自己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所以呢 有些呢 就一直在人间活动 人间活动呢 他们当然还是有着 这种偷工的行为 慢慢地有波罗门中的出现 然后呢 一些比较善于经营的 这些商业阶层的出现 这叫匪舍 然后呢 一些比较善于技巧的 营造工艺的 一些手工艺者 这个叫手陀罗 这个就是最早的 印度的四性阶层的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 佛陀讲这个地讲得很清楚 不是从嘴巴里出现 也不是从夜窝里面下来 不是从西窝里面 或者是脚里出现 而是说 这都是光阴天人 由于烦恼的普通 然后呢 慢慢慢慢地 转化到不同的阶层 从事让不同的工作 那么我们也看到 就是这个过程 从光阴天到人类 一步一步的 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一个 烦恼等级分别心 越来越重的过程 我执越来越重的过程 再加上 由于最早 由于这个私有财产的出现 保护欲越来越重 各种纷争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需要出现一个 选一个主持公道的人 这都是最早的一个王出现了 有了王呢 有了社会 又有了国家 慢慢产生了 是这样的开始 好 这是佛谈我们这一期人类的开始 好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部分 就是一个个体的生命 一个individual life 怎样开始的 那么佛谈有关个体生命的开始呢 这是在肉胎经里面 或者说是在大宝地经的 或者说肉胎诈会里面 所谈到的 那么谈一个个体生命的开始呢 是佛对于他的亲弟弟 胞弟就是同父异母的弟弟 僧陀兰陀 或者叫僧陀利兰陀所讲的 在佛教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兰陀 第一个是阿兰陀 就是佛 站在佛右边的佛的侍格 这是阿兰陀 这是佛的堂弟 那么僧陀兰陀呢 它和阿兰陀长得基本是一模一样 如果说是这批上加沙 你根本分不清楚 因为释迦族佛陀这一个族 基本都是美兰子 再加上佛有三十二项 这个松陀兰陀 阿兰陀都有三十项 包括吉普达多都有三十项 所以都长得非常表演 那么松陀兰陀呢 为什么前面加个松陀呢 其实这个是有点调侃的意思 松陀呢 是说这个兰陀是属于松陀的 松陀是谁呢 是他老婆 就是说他是结婚以后 结婚以后呢 予以对老婆放不下 所以呢 在他的名字前面呢 加了这样一个松陀两个字 那么第三个兰陀呢 叫木牛兰陀 木牛兰陀是佛成道以后 这个初位说法的时候 有一个放牛的 这个是祖祖败败放牛的 他听说佛陀智慧超群 是一切智者 所以什么都知道 他就很不服气 所以佛他是个差地利种 太子出生嘛 王宫里面的 如果说他知道这个皇宫的生活 然后他就去修道 知道修道的生活 这个我相信 那么我是放牛的 难道他知道怎么放牛吗 他知道怎样让牛多残累吗 他知道让母牛 怎么样多生小牛吗 然后呢 他是对这样的问题 去刁难问佛的 结果呢 佛把他们祖传的秘密了 全部告诉他 这个时候呢 他才真正对于佛的智慧 配佛的武器投利 那么对于苏陀兰陀 佛讲一个生命的开始 这是让苏陀兰陀呢 让他觉悟 觉悟什么呢 觉悟 我们生命的开始 其实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前置 各种各样的烦恼 然后导致我们的轮回 那么苏陀兰陀 当佛成佛以后 然后呢 他第一次回加比罗为国 就是去看望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有七位王子 跟着佛同出家 这里帮扑了阿兰兆党 帮扑了齐伯达多 帮扑了宋陀兰陀 也包括摩霍兰啊 就是无比求自义其中的 摩霍兰啊 摩霍兰啊 拔提啊 婆娑啊 这些王子呢 都是跟着释迦世宗的出家了 那么其中 其中宋佛兰陀呢 这个出家呢 他本来就有点不情愿 出家以后呢 一直想玩俗 所以呢 在这种因缘下呢 佛就讲了如太亲 告诉他生命是怎样开始的 那么这个是 讲到这个佛看到其他的这些堂弟 因为他只有这一个最亲的弟弟 其他的都是堂弟 他们毅然决然地跟他出家以后呢 他就看他这个亲弟弟呢 出家的姻缘也成熟了 但是呢 情质太重 情质太重的原因是因为 他娶了整个加弼罗魏国里面最美的女人 孙伯利 所以呢 千千两个入教司期 这个就离不开 那么佛陀呢 特意呢 去到他家呢 去托伯 托伯了这个 当然这个 这个孙伯利自小呢 对佛是非常的仰慕 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 自小呢 对他的哥哥呢 也是很忠敬 那么 佛去他家托伯呢 这个孙伯利就是他的妻子呢 听到有人敲门了 让兰陀出去 所以也拿这个食物去 这个 孙伯利一看 是佛托过来了 然后呢 赶紧把这个食物拿上了 帝要供养佛 结果呢 佛转身就走了 那么他就跟在后面 就紧紧地跟着 但佛走得也不愧 他就是追不上 怎么追都追不上 结果一追了 就追到佛所住的地方 住到寺院了 直到寺院以后呢 然后呢 佛丘直接说 啊 祈头像过来 阿兰宗者加萨拉过来 就给他祈头了 这是佛教史上第一个 就是佛没怎么经过他同意了 要让他出家的 那么当然 他这个时候他出家以后 他说是我的妻子啊 我那美貌的妻子还在家里等我 他天天想着是 等你们哪一天 你们其他人都走了 我肯定回家了 我这个事情我做不了 因为要守这么多的规矩 学习这么苦 那好不容易 熬到有一天 不要对大家出去 要进贡 那么佛其实知道 他有这个心思 就对他的弟弟说 我们走了以后啊 你要把门看好啊 院子要打扫干净 水缸的水要枪满啊 这个房间的窗户都会关好啊 因为会下雨会瓜分啊 然后他好好好 答应得很好 他们走了以后呢 就先扫院子 扫院子怎么扫啊 越扫这个叶子越多 尘土越多 怎么都扫不进 那没办法 说那我去敲水 敲水呢 怎么敲的缸也敲不满 然后就没法做了 水也不敲了 那我就关窗户吧 结果呢 关了佛陀这个房间的窗户呢 舍利佛的窗户开了 看来关了舍利佛的窗户呢 那个戴家设的窗户开了 就一直跑来跑去 窗户都关不住 最后就说 不管了 回家吧 然后他想着 搞了这个蛋半切了 怕这个回家走大路啊 会遇到佛陀 我今天走小路 往回家赶 结果呢 佛陀就知道 他走小路呢 佛陀迎面而来 那他看到没办法 就躲到树后面去 那佛陀就用神 把这个树移走 然后就很尴尬地站在那边 穿着出家的衣服 那这个时候佛陀就说 你想干嘛 他说 我想干他的妻子 佛陀说 哎呀 这个生命的轮转啊 这个就是由于你情之太重开始的 那么既然你对妻子放不下 我带你去看 那我带你去天堂里面看看 天堂里面看看呢 这些千女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再觉得 再做一个判断 然后就带她去了刀立签 一到刀立签呢 这比人间的享乐 要快乐太多了 看到每一个签子身边 都有非常美妙的签女 兵机御服啊 红身都是发香的 这个说起话的那个声音都像银铃一样 它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然后到处转转 觉得哎 这里很好 不想下去了 然后走的好不容易走到一看到 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宫殿 宫殿里面有很多仙女 也在那边 但是在那个地方呢 没有天子 就是没有蓝的 只有这些天女在 哎 然后她好奇怪 她过去问 所以这里怎么没有天子啊 就你们这些天女子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 哦 这个佛的亲弟弟兰陀出家了 出家了 出家的福报很大 嗯 但是呢 由于她还没修行 但是凭出家的功德呢 她可以送她千赏 那么她以后呢 就来我们这里 我们来这里来伺候她的 哦 她已经开心死了啊 然后佛就对她 啊 佛就说 时间到了啊 带你回寺院去了 就回到了寺院里面 回到寺院里面 以后呢 她就很精进啊 开始修行了 把自己老婆忘了 啊 为什么仙女更漂亮啊 闻起来更香啊 更柔软啊 然后呢她就开始说 哎 我以后要去那个地方 那么佛就说 好好好 修行一段时间 修行一段时间 大家都 说是啊 男徒啊 你已经出家了 穿着家算了 但是你修行 修行的目的呢 要去刀离千 去享受千语的 这不对啊 然后大家孤立她 很浅气她 这个就搞她有点郁闷 然后佛就说 好 那么我再带你 今天再带你去个地方 再带你去哪里呢 去地狱看看 佛就继续闹不去 很吓人的 佛就说 挺好玩的 你去看一下 你就像看了一会儿 看电影一样 又不是你去受苦 所以佛就抢射受她 到了地狱里面 地狱里面一看 下了毛骨鼠人 到处都是真正的 是像佛经里面 我们看到是描述的 刀山见树 活海啊 且玩啊这种 然后呢 看着看着又看到 一个大油锅 有几个鬼族在那边 大油也擦了 很高大 所以其他都很忙碌 丢这几个呢 很闲在那边 别聊天 别拿这个叉子 这个油锅里面搅了搅去 他看着也很好奇 他说 哎 你们在这边干嘛 其他的人都忙死了 你们几个怎么这么无聊的 有一个鬼就说 啊 你知道吗 佛陀有个弟弟啊 叫蓝头 他修行的目的是 让天堂去想天福的 要想那些仙女的 他天福享尽以后呢 就来到我这里 这个油锅就是他种会的 他去以清以后呢 吓得毛骨鼠人了 出了一身冷汗 然后呢 回到了寺院里面了 开始一心一意地修学了 他知道这个生命啊 真的是这样啊 轮回起来的非常可怕的 所以呢 蓝头或者叫十戒第一啊 因为他真正地看过了 英国的真实的现象 那么佛陀讲完这个以后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为他详细地讲述了 我们生命的开始 在《六台经》里面怎么讲呢 说 若父母染心 共为隐爱 其母父亲 月期时日 中用现前 当之耳时 明入母胎 这里上面一段 下面一段话 意思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是 这谈什么呢 就说是这个 当父母亲 父母之间 有了这个 染爱之心 知足之心 然后呢 要有淫欲的行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桥界 那入胎的桥界呢 是什么呢 其母父亲 附近是什么呢 月经干净了 那月经干净了 月期时日 这个月期是什么呢 陪暖期 到了陪暖期了 陪暖期的时候呢 中用现前 这个中用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中英生 那中英生呢 我们看到一般 我们为什么谈 四十九千的中英生啊 就是人死亡以后 他有四十九千的中英生 这个中英生呢 他是有神通的 没有路径通 但是有母通 能够差了之间 能够变形到其他地方 并且呢 千也能够看很远 千儿也能够见很远 那么由于他有神通 他和有缘的父母亲 因缘相伴 他看到父母亲 有这种行为呢 他就会来到父母亲身边 这是中英 那么中英生 有四十九千的时间 那么如果说是有恶业 恶业重的 他也不需要经过这个时间 直接堕入地狱道 如果说善业 善业很足的 他也不需要经过 直接上横前道 或者说如果修学 尽也念佛的 他也没有中英生 直接去了尽头 那么一般的 那有这个四十九千 是干嘛呢 这个四十九千 正好呢 就是在权衡 在衡量 他到底要到哪一道去 那么这个期间呢 所以呢 就有一个淘汰的过程 和有缘的父母 互相感应 这个业力的互相 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互相感应 那么有缘的父母呢 和这个中英生呢 互相感应呢 就感应到一起 他们就会 在这个之间呢 这个时候呢 就入胎了 所以右笔中 有欲入胎时 心即坚倒 若是男者 与母生爱 与父生争 若是女者 与父生爱 与母生争 与过去生 所造主业 而其妄想 做邪解心 这个谈 什么呢 说这个中英生 这个时候 他的诚实很清楚 那么 看到父母亲 有淫欲行为的时候呢 他刹那之间 有毅力所感 他要成为他的子女 有子女的缘 然后呢 他要以他们做父母 那么 这次入胎的这个刹那 这个刹那呢 如果说 这个时候 这个中英生 他对母亲产生兴趣 那对母亲产生兴趣 看到母亲有喜爱 有感觉 他刹那之间呢 就转成来性 然后呢 对于他的父亲呢 生争爱性 如果说 他对父亲产生兴趣 那对父亲的生气啊 产生兴趣 他就刹那之间呢 转成女性 对母亲产生争爱 不喜欢母亲 这就是刹那之间产生的性别 就这一念之间 做邪解情 他有一个自居的角色 他也喜欢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入胎了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西方的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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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呢 他是从 让这个人催眠 催眠以后呢 让他进入到前世 甚至进入他生命 投胎了一刹那 谈他那个感觉 这些投胎的生命 讲出来的 这个佛陀在两千多年前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些现象 那么入胎以后 谈第一个七日 第一周是什么现象 大家注意啊 这个时候呢 入胎这个第一个七日 其实用我们的肉眼 完全是看不见 我们知道这个显微镜 发现才两百多年 两百年的时间而已 那么佛陀呢 把这每一个七日呢 都讲得特别清楚 佛用他的眼睛来观察 说初七日死 胎俊母腹 如血如胸 像一点点灰尘 一叠的皮血一样 你眼睛根本看不见 若卧在凤会中 因为这个时候呢 在母亲的身体里面 这个是我们谈 这个是在生脏和熟脏之间 上面的是没消化的东西 下面的是以消化的东西 这个里面的味道很不好闻 所以呢 佛陀是在卧在凤会当中 如处锅中 就像一个锅里面一样 生耕即是 同聚一处 若热煎熬 极受辛苦 明洁罗兰 壮如周知 或如落降 落降 所以这个 在这个 这个投胎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 她在进入到母体里面 母亲的身体里面 她的身世还是 这个时候还是有的 深更及时 但是呢 由于这个地方呢 很黑暗 很阴暗 很潮湿 然后呢 一点光亮都没有 气味也很难闻 她在这个里面呢 她们上去以后 她们粘在那边了 动不了了 就像一个 那个 粥 我们熬粥 一点粥汁一样 粘在上面 这个时候她动不了 但是这个时候她还是有这个神势的 她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这个 与七月中 泪热 煎煮 这个 温度 对她的这种感受啊 就好像在锅里面一样的感觉 地界 煎性 水界 湿性 火界 暖性 风界 风界 动性 方式现前 她一入她以后这个时候呢 她这个本身已经有这种意识 生起的地 水火焚 我们谈生起的四大构的元素 这是佛所说 我们生起 地是什么呢 我们生起里面坚硬的东西 它有这种意识 但现在还没形成 水呢 是生起里面的液体 火呢 是我们生起的温度 风呢 是我们生起的循环系统 这是地水火焚四大 构成我们身体的四要素 那这个时候她是自有这种意识 已经有了 但是呢还没形成 这是第一个 第一周 兰陀 第二个七日到第二周 胎聚母妇 卧在凤会 如出锅中 依旧寒暇的热锅里面一样 她很难受 圣根集市 同居一处 那到第二周 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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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周 第一个星期都还很清 稀稀的 这个时候慢慢地变浓了一点 肉眼还是看不见的 这个是显微镜放大 现在的显微镜放大的 所以我们的肉眼还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由于她神是已经入胎了 所以佛陀对于一个生命的开始 她是很重重的 每一个七日名字都不一样 每一个七日 她这个生命的形态到这个阶段 佛陀都给她有名字 有定位 所以这个时候叫什么呢 叫阿布托 阿布托 所以这个含语中 风 大家注意 这个风 风起来以后 这是在母腹里面 这种风生起 就是母天子宫里面 风生起 然后呢 没有变畜 这个风生起来 让这个粥一样的东西 少一点变硬的东西呢 让它全部都能接触到 这个风谈什么呢 谈一月里之风 这是由自然产生的 自然产生的 这个是自经科学里面 根本无法去解释这些东西 佛谈一月里之风 然后到第三个梯 第三个梯 就是第三周 广说如前 前面都和前面一样 她就已经有了这个 要建立生起 建立四大的一世 但是她还很难受 说你母腹中 有风明月刀削口 从先夜生 处比胎时 明月庇护 壮如起柱 或如蚯蚓 于七日中 四界先天 所以到第三周的时候呢 这一个周状的东西 这一个受精卵 这个时候呢 它的形状有点变化了 有点像蚯蚓一样 变长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医学所观察的 就像一个短短的筷子 但是上面有很小的一些节节 这个节节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最先形成的我们的脊椎 它是一个筷子状 或者叫一个蚯蚓 或者叫蚯蚓状 这是第三周的时候 然后到第四周 蚯蚓说广受如前 于母后中有风 明月类满 从先夜生 还是从先夜生 素氏的毅力所生的这种风 吹击胎剑 这里是说这个受精卵 像一个剑状 胎剑 名为剑蓝 佛陀给它这个名字叫剑蓝 像我们称鞋子的那个剑鞋子 就像一个我们穿的鞋状那个样子 或如瘟石 古代我们治病的那种石头 叫瘟石 于七日中四戒现前 就慢慢地开始变得坚硬了 但是形状有点变化了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形状 就是有点像一个 像一个长长的一个小妹状 或者是像一个这个薛轩状 它形状有圆的 一点慢慢地开始拉长了 然后到第五周 第五七日 广书如前 于母腹中有风 闻月设池 这又是一种夜风 此风出胎 这个夜风吹到这个受精卵上面呢 有五项出现 所谓两臂 两臂及头 两臂就是两臂胳膊 两臂呢 大腿 大腿部分 以及头部 这个形状呢 开始慢慢出现了 比如冲石 千将干雨 树木欲冒 增长之强 此意如是 五项显现 这个时候 这个胎儿的形状 这个受精卵的形状 像什么呢 像春千这个树木发牙的 那个牙一样的 你看 它长了一点粗粗的牙呢 是那个大胳膊和大腿的部分 然后头的部分 但是还没形成一个人的形状 和一个植物是一样的 这下面一直就 佛陀佛可以讲一讲了 第六周 五腹中有分别 有广大 此分出胎 有四项线 两肘两膝 就是开始有了小胳膊 这小腿出现了 如冲降雨 盖草生枝 死亦如是 思想显现 有了这个 就像这个春千 这个粗壮的树枝上面 开始生枝压了 然后呢 有这个思想 地区广风 就慢慢也是变得坚实了 兰陀第七周的时候 与母腹中有风明月旋转 风开始旋转了 叶奔 此风出胎 有四项线 为两手两脚 有锯末或有水胎 有此四项 到第七周的时候 开始出现手脚 手脚出现了 第八周 与母腹中有风明月翻转 此风出胎 有二十项线 为手足十字 第八周呢 十个手指头长 十个手指头和十个脚指头 长出来了 有粗的到细的 这每一周呢 佛陀都告诉我们很清楚 所以这就像树根开始升起了 然后一直呢 我们看到这个中间 我们就敲过了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佛说这个《入胎经》 对每一个周 特别是一些做母亲的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胎儿的发育》 这是两千多年前佛讲的 你想想看 这翻译成华文 都是一千七百年前翻译的 所以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一期了 说第十七周 与母腹中有风明月尖边 经开始始 这个时候呢 受尽了才稳定了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第三个月开始 一般我们华尔也是 回胎三月以后才告诉人家 啊 我有了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稳定了 稳定了 告诉大家 明月尖时 即此七日 于母胎中 有风明月浦门 此风吹胖 吹胖胖胖 又如浮浪 以气吹满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那个《胎儿》变了 又开始充满一个大包 像一个大气球一样 开始母亲的羊水 开始冲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就 《胎儿》呢 浮在母亲的子宫里面 是这种形状 第十一期日 与母胎中有风明月 前面是第十周啊 这里是第十一周 与母胎中有风明月疏通 这种意义风呢 是疏通的 此风出胎 所以令胎通彻 有九孔线 九孔线 眼睛啊 耳朵啊 鼻子啊 嘴巴啊 然后呢 大小变广 九孔出现 若母行李坐落 坐失业时 鼻风旋转虚通 电力很大 那么母亲这个车 要动一动的 所以你看 现在医生也说 你回她以后呢 不能紧坐着 要动一动 动一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胎儿这些 所以她开始增长 鼻孔可以长大一点了 嘴巴可以长大一点了 自己可以呼吸了 若风向上 上孔变开 若向下死 既通下去 下面这个大小变孔也通了啊 比如断思及笔地子 以陀山死上下通气 分作适宜 即便隐灭 就像那个 我们山的那个骨分鸡一样 这个 特尔随着母亲的呼吸 开始呼吸了 这个 可能这个时候这个形状也是这样 就和卫星人一样 然后到第十二周 于母腹中 有风明月屈口 此风吹胎 于左右做大小长 幽如偶丝 如是医生交集而住 即此七日 夫有风明月穿发 于笔胎类做一百三十节 无有增节 夫有风力做一百近处 到了第十二周呢 就是这个胎儿的大小长开始发育了 但是大小长这个时候呢 像什么呢 像脸偶的丝一样 那么细 所以我们谈这个生命 有时候脆弱起来 很脆弱的 然后说有风明月穿发 在这个胎儿的身体里边呢 找一百三十节 这一百三十节谈什么呢 谈我们一百多个常用的穴位 那还有一百近处 一百一百个长运的大穴 这个时候脆弱有多大呢 这像衣溃硬币那么大 还是只有这么大的一点点而已 蓝头第十三周呢 于母腹中以前封离 只有饥渴 这个时候脆弱呢 有了感觉了 饥饿的感觉了 母饮食死 所有滋味从寄而入寄以至深 胎儿的营养是从哪里来的 它就是因为它的肚脊 接着母亲的肾脊 所以母亲的营养是通过 这个胎盘肚脊 输送到婴儿的肾脊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吃什么 其实是由胎儿决定的 不是由母亲决定的 她想吃什么 母亲就喜欢吃什么 她恶心什么 所以母亲都恶心什么 所以有些母亲回胎的时候 回着哥哥的时候 看着肉丢土 然后呢一口都吃不下 回着弟弟的时候 看着肉像狼一样 出过去要吃 就是胎儿想吃了 不是自己想吃了 到第十四周 于母腹中有封离岳县口 起封领胎生一千斤 前后各有二百五十 身前有二百五十 身后有二百五十 右边二百五十 左边二百五十 这里谈什么呢 谈各种各一样的 脉络以及神经系统的形成 就是越长越细 然后到这个时候 到第三十一周 到第三十二周 到第三十三周 第三十四周 这个太儿呢 这个太儿呢 在里面呢不断地长大 甚至呢你都能看到 他的手啊脚啊 蹭在妈妈的肚子上面了 南陀第三十六周 其子不乐住母胎中 到第三十六周的时候呢 这个太儿呢 非常非常不喜欢住在母体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她又长又大 但是母亲的肚子呢 依旧还是那么大 空间还是 还是那么一点点 所以她非常难受 所以南陀到第三十七周的时候呢 与母妇中 胎子变生三种不颠倒响 所谓不敬响 臭灰响 黑暗响 一一一分手 到第三十七周的时候 她更难受了 所以这个时候她心里面很清楚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味道不好闻 这个地方呢 不干净 这个地方呢 黑暗 一点光线都没有 因为里面也没有电 对不对 没灯泡 所以她心里面呢 就是闭着眼睛摸了摸去 能听得到未边有声音 未边大家讲什么 她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呢 就是看不见 里面呢是七海成一团 所以她是有这种 三种不颠倒响 她是很清楚 到第三十八周的时候 于母腹中 明月莲花 此风能令胎子 转身向下 长疏良弊 虚向残门 这个前面三十七周一直是坐着的啊 或者是躺着的 到第三十八周的时候呢 这个一风一吹 把她吹倒了 头开始向下了 然后呢 两朝胳膊呢 顺着 顺着生气 要去向残门 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可以出事了 所以这个医学上都写了 也不知道说是孩子到那个时候 为什么突然一下转向 头都向下了 甚至呢 头向下呢 还叫送残 如果脚先出来 那就麻烦大了 对不对 此父有风 明月去下 有夜里故风吹胎子 另头向下 双脚向上 将出残门 这是第三十八周的时候 说第三十八周 将于产时母受大苦性命及死方的出胎 来入客审官当求处理 这个第三十八周的时候啊 这个 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医学比较发达了 做母亲呢 依旧还是要受很多苦 虽然我们知道有些是抛肤产的 那也是要排那么大一刀了 如果送残的话 那就更辛苦了 从古到今都是很辛苦 当然以前呢 可能母亲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这三个孩子 现在当然的 概率是大大的 大大的降低了 死亡的概率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呢 从做母亲的角度来说呢 还是非常伟大 能够把一个孩子 carry这么久 这是三十八周到四十周的时间 人的十个月 说兰陀 若比胎子善业所感 甲令颠倒 不送其母 安饮出生 不受辛苦 如果这个小孩子有善业随身的话 母亲还好 那不会那么难受 若比胎子前身中造重恶意 并堕入胎 其由此因缘将于出使手足恒乱 不能转侧便于母父以寻命中 也许是恶意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时候 要出现出来的时候呢 可以就乱 然后呢 手脚都讲这一些 或者各种各样的现象 甚至呢 有时候这个时候都不能出生 所以这个印之寿生明 寄罗兰 寿生这一刹那 这个生命起的产生叫什么呢 就叫寄罗兰 父经母学 非是余物 由父母精血和和因缘 为世所缘 依子而住 事故当之 受此生者实为大苦 所以这个生命的结合 那一刹那呢 是父母精血 然后呢 加上胎儿的神是 依住在这个父母亲 产生的这个受精罗里面 然后呢 有了生命的开始 那所以说 一个生命的开始 就是他入胎的那一刹那 已经算是入胎了 算是生命的开始 那么从入胎以后到出胎呢 出出胎死受到苦劳 如生血牛处于墙壁 过夫陆地随在之处 为虫所食 以暖水洗出其声势 所受之苦 亦复如是 所以刚刚特样出生者 为什么每个都是哇哇大哭啊 因为他不舒服 虽然说母亲的身体里边 味道不好闻 很阴暗 然后呢 空间很小 她们来受 但是里边还是很温柔 一出胎以后呢 她的皮肤特别特别冷 那么一介绍到 外边的这空气 外边的这一切 一切的整个的外界呢 她这个身体就像那个 刚刚剥皮的小牛处到墙壁一样 即使你用最轻柔的水去洗她 她都很痛苦 所以她都是打哭的 那么 她这时候她的感觉 即使你拿水去洗 她的感觉就像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生靴的牛 把那个皮剥掉了 小牛呢 像吊在地上 然后是有各种类的尺寸 才养她的那种感觉 这是她的真实感受 说儿机生意渐渐增长 母所出之杂血滋乳而养育之 你看这次佛讲得真的很清楚 母肉从哪里来的 母亲生气的血液转化成母乳 然后呢养育胎儿 说事故当之 此生皆是不见众苦所成就 谁有智者与生死兄当生爱乐如实之身 所以我们这个生气 从入胎到住胎到初胎 然后到母亲的养育这整个过程 都是随着夜灵在流转的 那么出生以后呢 又有各种各样的细胸 佛谈到出生 头七日 八万户虫从生而生 纵横时代 有两户虫明月世法 依法而世 所以这个时候出现呢 有很多这些细胸 随着头发的 这个细胸呢 翻译成虫子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它就是吃头发的头皮啊 头发 这眼睛边呢 就吃着眼睛 掩饰这些小孩身上的东西 嘴巴上的 鼻子上的 满身都是这些东西 这身体的出现 这就是说 这个身体从入胎 一直到初胎 它整个都是由于夜暴所产生 它就是一个夜暴器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 那对于我们这个身体 其实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知道 这就是这个胎儿 从入胎这个移植 一直到初胎这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产生 那么生命轮回的真相是什么 到底怎样产生的 那其实 刚才我们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 就是由于我们那一刹那的念头 然后呢 随着附近母系凝聚而成 那么这个一刹那的念头叫什么呢 叫实 叫实 有这一念 然后呢 入胎以后呢 叫明色 什么叫明色呢 明和色 明就是神识 色呢 就是那个坚硬的东西 物质的东西 附近母系叫色 然后成长的过程叫什么呢 慢慢地有了六肉 就是六根啊 眼耳鼻鼻鼻声音 开始长了 然后呢 出胎了 出胎了 接触为这境界了 接触为这境界了 接触为这境界以后呢 就会有了感受 有了苦的感受 乐的感受 不苦不乐的感受 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了 会有了执着 有了分别 这种爱 爱呢 有喜欢的 有不喜欢的 然后呢 曲叫什么呢 曲就是执着 爱的呢 喜欢的呢 想抓就不放 不喜欢的呢 想不要 那么有爱有取呢 有分别 有执着呢 就开始干嘛呢 就有了造业 就有了生死 就有了龙回 生命呢 就一直这样 冷转不朽 那如果说是我们从这个生命的 龙回的本质看 那其实就是十二因缘 这就是想象佛法里面谈的最多的 这十二因缘呢 包括了三世的因果 过去我们由于无名 无名就是愚痴啊 那么愚痴随夜流转造作 造作这种行 造作以后呢 感得夜报神事 就是他会驾驭中医生 驾驭中医生 产生神事 产生念头 行运啊 就是一种思想的 深层次的活动 深层次的行为 那么这种事 神事这一念的产生呢 就入胎 入胎以后呢 就有了明色 就有了那一点点东西 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刚才我们谈到 明就是它的神事 精神状态 色呢 就是物质状态 入胎那又刹那 就已经有生命了 开始了 然后呢 在成长过程中呢 在这一世 如胎在身体里面 然后咬六根 有六根 慢慢一出世呢 接触慰藉 接触慰藉呢 对于了 对于慰藉的感知 感知叫瘦 这种瘦呢 有好的有不好的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那么对于喜欢的呢 那肯定就去贪取 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于这些 金钱啦 美色啦 食物啦 地位啦 各种各样的贪取 贪取呢 就开始造作 贪取 这个有 有就是造业 有能转 有生死 有造业 那么这样呢 就又开始了 下一期的生命 下一期生命呢 又投胎 又转世 生老便死 又开始 所以这个都未来是 过去式的因 感知现在的果 现在的这些造作呢 感知未来的果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开始 那么认识到生命的开始 认识到生命的开始 我们对于生命 我们自己要有个交代 如果说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 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个家庭 这些亲人 互相之间 互相感召 组成一个家庭 这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缘聚集在一起 他成为我们的父母 他成为我们的子女 他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成为我们的朋友 这都是各种各样的因缘 因缘成熟的时候呢 聚在一起 那么因缘消散的时候呢 它自然会消散 那缘起缘密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是了知到生命的 融转生命的融合以后呢 我们要对于生命 会有一种空性的关照 知道这一切呢 是由因缘聚合的 那这一切由于这些缘好 缘好 我们更加难以割舍 如果因缘不好的话呢 产生仇恨 产生证悟 一个家庭里面呢 变成一个着夜场 造作了更多的意义 那么导致了下一生呢 浓回更加的深重啊 还会纠缠不朽 所以有善缘 所以有善缘 有恶缘 无缘不聚缘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不来啊 这就是我们将前生命形成的真实的象征 所以如果说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这种融合 有一个深层次的认知 我们知道现在因缘 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有这种因缘 都是非常难得 如果说是我们把一切都往法上去会 都往道上去会 即使是来讨债的 那么债讨了不就好了吗 即使是来还债的 再还了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那么要珍惜因缘 珍惜因缘 珍惜现在这个难得的机会 难得的人生去修学 那不要结恶缘 那家庭里边是修道的场所 修好的话我们一起提升 道场里边也是修道的场所 和道友在一起 接善缘也一起提升 公司里面也是如此 社会上也是如此 那么同时 家庭里边也是结恶缘的地方 有时候你看 因缘特别不好的时候 聚在一起 父亲之间 子女之间 兄弟之间 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 各种各样的纠结 各种各样的草恼 各种各样的勾线斗角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那么对于这个详细的文字呢 我把它列在这里 大家下去以后再看 那么对于这个十二亿元 也有英文翻译 大家下去以后也去详细读一下 最后呢 我们轻易听这首歌 这首歌比较特别 刀狼写的 就是跟学学同学很熟悉 他是学佛学得很不错 他的哥哥去世的比较早 他哥哥去世以后呢 他的母亲一直很痛苦 很痛苦 那么一直心里面非常牵挂 也非常放不下 那么 到了怎么样去安慰呢 都是起的作用很少 所以呢 他就以这种去世的哥哥的一个去世子女的心态 写了这首歌呢 来安慰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 父母亲 那么这首歌曾经在四川地震以后 以及各种大灰烂的场所 被大家传闹了很多 对于很多这种受伤的母亲 心碎的父母亲呢 是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所以歌词写得很好 下去以后呢 大家可以仔细地去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看他要不要达什么来用 我们来请请看 下去以后大家也可以请请 帮我抽了 comivan 我将会介绍一下 我没想说 我自己的两个 我都想讲 这首歌曲 我 HTTP 我一直想我要 我帮我一下 我胡 好好好 给我 这首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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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少中的梦念一天瞬间 总感觉到熟悉 好似恍惚在梦中早已 看见过的情形 感觉你真的好亲切 真的好受不得 这样的爱牵引着我 无视依赖的结 你在今生把我当作 你最疼爱的人 你也无法明白 究竟是婚语给的缘分 妈妈请你不要悲伤 你的泪让我在生死间流浪 爱发的遗骸 卖无边际的色彩 或者我赐予彼岸 这些 痴迟的徘徊 或者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我已离开了家 甚至来不及留下 人要流浪 出尽 哪里 有人 谁 诺yers 混乱 离开 妈妈请你不要哭泣 妈妈请你不要哭泣 我是流浪 生死间的孩子 我拒绝地离开 只因当初你选择我来 无常一直都在 她的相遇 她放世界的未来 走未来是同难如平的 风不复时后三岁不随时 虽然下浪是虎耐心 浪是兄弟子 也是人心长大私 一副母亲出生许 无知落在何许 生活世间生活中 世间多人俗话 遇到菩萨现象 只能一战 无知其日 我推出心很明显心战 无论是君主家 你也听过 我去世心当结束 是死男人生议 所谓的表现象战 我过去寻寻写脱身 你重生生跳落 是人最群人的苦 你一生 别生生跳落 车记生死 空的转身身 是人手打两个 你 妈妈请你不要哭泣 我是流浪身世间的孩子 我拒绝的离开 只因当初你选择我来 无常一直等待 等待相遇 他放手间的未来 妈妈请你不要抚弃 我是流浪身世间的孩子 我拒绝都离开 只因当初你选择我来 无常一直等待 等待相遇 他放手间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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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流浪中谁都做不了主 自亲的亲人我们都希望他离开 但是呢 虽然留不住 我们自亲的父母我们留不住 对于父母来说 最痛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的事实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明了了我们生命的真相的话 我们应该想着我们能为我们自己做什么 能为我们这些亲人做什么 所以这个中间为什么 把那个地藏经的经文查理去 因为地藏经里面有专门针对这些众生的回向经文 所以他在这里念诵这些经文 就希望他自己父母的性能得到危机 这些孩子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 佛所说的这个生命流转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这个胎儿 有差了直接入胎 一直到成长的过程 以及到我们这个出胎以后 这个生命在轮转 在轮回 在造作的过程 那么由此呢 我们更要明确 明确我们自己这一生 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解脱 如果说是我们一直纠缠在这种爱和里面的话 这个歌词里面唱得很好 妈妈的爱让她在生死之间流浪 互相迁移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一起求上净土 这样才不会在人间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 那是没完没了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下去以后呢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仔细去讨论一下这些内容 我们一起来回响 愿香乃结诸业障 愿德福贵日增长 愿尽此身出售佛 愿佛接引生安养 好 那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